小猴爷怎么突然停下来 只要穿过这个山谷就能到扶牛山脚下了 我看这山谷地势险去 如果在这里埋伏一队人嘛 我们要是贸然进去可就麻烦了 小猴爷他们现在自保都来不及 哪里还会想到在这里埋伏 再说了 咱们还有一队兵马在关路上大张旗鼓的行军 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后面偷袭 是啊小猴爷 而且我们这么多次的脚匪从来没有从这里走过 所以小猴爷尽管放心 说得有理 看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你们几个进入山谷看看 若没有问题 大军加速赶往扶牛山 是 等我把这中江县的山匪全数剿灭 我看父亲还有什么话说 出发 老大 我们还要继续等着吗 县府那边的消息说 一千多人都沿着关道朝扶牛山去了 并没有人朝这边走啊 闭嘴 老老实实的等着 再敢那么多屁话 老子消死你 沈刚从林秋军那里了解到 郑家是靠军功风的猴爵 而这位小猴爷从小天资聪慧武艺高桥 林秋军很少对人有如此高的评价 所以沈刚料定他一定不会跟寻常牙一样指挥正面阳宫 大挡甲的你快看 有人进来了 没想到还真来了 老大我们赶紧打了 不用急 这几个人肯定是进来打探情况的 告诉兄弟们都藏好了 那几个人果然如沈刚所说 在山谷中查看一番后便折返了回去 紧接着 后面大队人马就朝着山谷里面走的 看来领头的那个应该就是小猴爷了 准备 保护小猴爷 那些正在行径当中的人马还没反应过来 不少人就纷纷重箭倒地 而小猴爷则被一群人护着 朝着一侧躲过去 到底还是小看了这些山匪 不过区区几十个人也想拦住我们 赵大 给我带人工上去 领命 官兵们为了轻殿赶路 这一次出来并没有带弓箭和盾牌 但看到山匪不过二三十 小猴爷才决定让官兵顶着箭矢冲上去 这群山匪竟然还会分批次攻击 而且看这个射箭的准头 根本不是胡乱射箭 这是有高手啊 此时的山谷里面已经是哀嚎声一片 在这样的交叉攻击下 想要上山攻击几乎是不可能吧 快让所有人撤 什么官军 不照样服侍爷爷们的对手 大当家的 我带人再追杀一阵吧 保证让他们全部留下 王莽刚才除了挥舞着大刀腰 别的傻也没干 看着现在一边倒的局势 早就手痒得不行了 追个屁 跟官兵应拼你傻啊 让兄弟们快下去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捡着 赶紧跟我回青龙寨 大当家的 官军被搭退了 不过扶牛山这次也是损失参重 好 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一有消息 立马回来报告 是 大当家的 我算是服了你了 料事如神啊 要不咱们现在趁着扶牛山元气大伤 去把扶牛山打下来吧 把扶牛山打下来以后呢 官军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 等回来报复扶牛山的时候 发现扶牛山被我们消灭了 你觉得他们会对我们表示感谢吗 这个 虽然我们这次在山谷伏击官兵取得大胜 可那群官兵的实力绝对不可小觑 但凡他们人手一面盾牌 倒霉的就是我们了 沈刚的一通分析 让众人立刻冷静了下来 他们这才意识到青龙寨似乎也没有那么安全 那老大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先把装备升升级 最近我们缴获了不少的大刀 把多出来的全部重新锻造 制作成箭头跟枪头 老六 寨门这边 你带着兄弟们加固一下 把围墙全部换成石墙 一听沈刚的安排 王莽跟老六都傻眼了 他们本来大部分都是干着烧杀掳掠的勾当 对于这种手艺活 他们压根就不会 哎呀我的天哪 剑府里面和村里面 不都有铁铺和石匠吗 去山下把会的人带回来啊 你们这山匪是怎么当的 这些还用我教吗 妈 之前光顾着抢东西了 都忘了还能抢人 这次可以是那下山抢几个娘妈回来了 再敢胡说八道 老娘撕烂你这张嘴 童童童了 二当家给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滚 哼 想当初 灵秋军就是因为大当家的 想把他抢回山当压寨夫人 这才落草为寇的 听见这种事情哪能不火大 老六 让人把之前抓住的山羊野猪 全都圈养起来 顺利的话 以后吃肉也不用愁了 还能让之前受伤的兄弟 有个活计可以做 我现在就去 安排好一切后 转头看向一旁的灵秋军 沈刚发现他正一动不动的看着自己 怎么了还在为刚才老三的话生气吗 你指望一群山匪遵纪守法 这压根就不现实啊 哎 对啊 既然老五在县府里面找产业 倒不如 干脆开一间青楼算了 来钱快 消息来源也多 而且兄弟们没事了 也能去放松一下 沈刚 你到底是什么人 啊 正在沈刚胡乱想着的时候 一边的灵秋军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怎么突然这么问 自从你来了以后 这青龙寨就大变样了 更不用说你这一身功夫 虽然我很不服气 但不得不承认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之前 不过是一个沈家任人欺压的少爷 哪里有这等本事 沈刚作为一个穿越者的事 自然是不能说的 可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也罢 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会害你就行了 既然你不想说 我以后也不会再顾问 谁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既然跟了你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都 灵秋军说着说着 就被沈刚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都什么 都 都不错 走陪我下山一趟 去哪 中香献抚 那我去换身衣服 当沈刚看见 灵秋军这一身装扮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前世只是见过那些女孩 穿着汉服之类的 不过是东师笑评 现在突然见到一个 娇俏动人的古装美女 让沈刚直呼赚大 怎么样 真 真是太美了 走 回屋 不是要去献抚吗 明天再说 咱们还是去献抚吧 明天再说 你狗鸣啊 中香献多山 县府的所在却是一片平原 几条纵贯南北的官道 从中香献县县府通过 南北通行的商旅 也都在这里汇集 倒也很是热闹 要不怎么说 中香献这么多山匪呢 这么便利的条件 就算山匪再多 似乎也能养得起啊 中香献县令不务正业 才导致山匪越来越多 要是放在其他的县府 恐怕早就清剿了 嗯 那按照你这么说 这个县太爷干成这个鸟样 上面就没有人管 六香郡郡守陈红是他清歌 不然凭借县太爷这般农包 怎么可能会在这中香献当献令 哎 不对啊 这献令虽然官职很小 但不应该都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嘛 那是以前 现在的皇上听说连早朝 都很长时间没上了 上面的事情谁知道呢 天下大乱之前 往往都会这样 这事到越乱 对我们越有好处 走吧 啊 啊